我還要 給我更快一點 對不起 超過癡 有人有蘋果轉接頭 現場可以支援呈現一下嗎 對對對 謝謝最帥的專輪 我記得宗志誠誠的專案在去年 第一次聽到他們在大宗真人的時候 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Gin Visualize 除了是一個開放資料專案 他居然有辦法有前進成為一個藝術作品 但是我其實覺得是非常緊急的 然後還是再次感謝兩位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約好 同時都在分享宗志誠誠的一些心得 那如果今年還是要不管還要不要開 我覺得今天應該都是這樣很寶貴的經驗 我們一點點時間解決一下輸出問題 我們一點點時間解決一下輸出問題 好 那下一位選務長 就換你頭皮 好 那下一位選務長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系統 它叫做Paper Lens 它是一個智慧客服輔助系統 聽起來好像很高級 但是好像跟GinV沒有關係 那其實它是從那個台北市政府剛加熱線 就是1999這個題目來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打過1999的話 它的服務流程非常的潰擾 就是它必須要先聽完你的問題 然後它按保留 它按保留之後它可以是把你的主字稿 打完主字稿之後要用這些主字稿去搜尋他們的database 那搜尋完之後然後再告訴你接過 那這是一個非常隆長的服務流程 那我們找到一些公開的資料是 在104年7月份呢 它有15.5萬通的電話一個月 那其實裡面有派工跟申訴的 其實占非常少數 那大部分的是不受理 或者這邊不受理就是說 那客服人員可以自行的處理 一定要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想就是 我們要怎麼透過資訊來解決這個 來改善這個問題 那我們有一個平台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台 這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他會問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告訴他你有什麼問題 就是 像是你可以告訴他說 你可以打到1999說 我現在看到外星人我該怎麼辦 我在重慶北路遇到外星人在攻擊我 我該怎麼辦 這時候語音信號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全新的他沒有碰過的問題 他就會轉變到真人 那 這個就會幫你處理這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呢 我們的那個 真人可能也沒有處理過 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來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要申請低收入戶證明 請問我該去哪裡申請 這時候系統就會抓到他有申請低收入戶 這兩個關鍵字 那我們可以從 我們在那個 熱心舊舊的FAQ上面 有9000筆他們以前 梳理過的案例 那他們都mating到一些分類 還有那個 公家機關 那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找 比如說他就是社會福利類 那他可能就要把這個電話 轉接給 可能是社會局 他有去處理 那如果今天是真人 他有經過一些SOP的訓練 他知道低收入戶有不同的用處 那這個 克福利小姐 就可能問大文哥說 請問你是要做什麼用的 我要辦學校的學費減免 好 可能就是有點問題 理論上來講的 他就會找出來這邊 就是由教育類別 然後可能就是要請教育局的同仁 來處理這個案子 這樣子 那我們的平台大概是這樣子 那他還有一些構想 還沒有實現的 比如說在這一開始 你跟機器人講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分類說 今天有個使用情況是 颱風來了然後露樹倒了 然後周遭有四百個人 都回報這個問題 可是你在第一個 回報的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派工程局的人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剩下399公司 在卡我流量的 我沒有辦法處理其他的問題 那針對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在第一步 就是電腦判斷的時候 就認知出來 這是一個已經正在處理的問題 那我們就調低他的優先度 把評判讓給其他還沒有回報過的問題 然後還有像這邊 我們會希望 以前這些語音檔 都是非結構化的資料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種 逐字稿的方式 可以讓他變成一個 讓他做一些視覺化 那也許譬如說這裡是露樹倒塌 耗發的地方 那我們下次換直批的時候 也許考慮就不種樹 或者我們就種一些 比較不會被風吹走的樹 但是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的技術部分 我們是把 我們在抓關鍵字的部分 是用Tech Strength 那我們後續做了一些實驗 包括我們做了100次的 cross-validation 然後發現他的recall rate 大概是 發現他的precision 大概是67%左右 那我們這個部落格裡面有記錄了 哎呀 被看光了 好 就是 我們這邊其實做了一個新的model 大概沒有整 還沒有整進去 這是用那個 Google Tensorflow的那個 W2 Vector上面去做的 那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他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去找字跟字之間的關聯性 比如說這個螢幕上有文山 或者比如說有北投 那北投 北投就可以想見它前後文會是什麼 捷運北投站 北投區公所 北投區居民這些 那同樣的信義內湖啊 大安這些 在我們的FAQ溫達集裡面 都會有類似的前後文 所以這個演唱法就可以去判斷說 他們應該被放在類似的位置上面 那當我們 藍色的是我們抓不到關鍵字 灰色的是我們抓不到關鍵字 當使用者講了這些灰色的字的時候 我們可以根據他的距離 去做一個mapping 去找出他的對應的分類 然後還有對應的那個機關 因為那機關其實也很多 大概有243個 對 那我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理想的話就會跟台北市政府嫁接嘛 那這不是一個理想化的世界 就是如果我們的孩子送不進台北市政府 我們就只能送給G0D 然後就像那個收留所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 就把我們的孩子撿回去吧 就我們希望那個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 其實已經open source出來 只是還沒有很完全 然後還沒有document 那我們希望就是 也許某朝一日可以看我們的孩子 就變成一個機器人這樣子 然後帶著他的一隻二像 像R2D2之類的 他一人以後就住在飛機上 然後你還可以問他 迪手入屋在哪裡生存 其實 因為系統現在已經蠻完整 就是他可以問很多很多問題 剛剛只是demo迪手入屋證 如果你上去的話 上去的話只能用Chrome開 因為我們加接了一個 就是只有Chrome有的API 就是WebEach API 對 那也許我們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應用 像比如說我們打開LINE 然後我們就直接問他問題 他就像個小機器人一樣 會知道我們現在要告訴 要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真的 機器人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那我們再找進去 我們真正的熱心1999這樣子 這樣做是一個 折衷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因為在做就很多很多大大跟前輩 然後希望可以給我們的Model 說一些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